看完这个石油底下 我去一夹子 这边 我发现一只花盖蟹 个头不算太大 不是我没有动手啊 他夹的我 你看是他夹的我 不是吧 这么脆弱 哎算了 反正也挺小的 这个就不要了吧 你看就我前天遇到的这个东西 今天又被我预现了 它好像是 吸在这个石头上面的 软软的跟那个水母一样 我昨天还是特意的去问了一下 当地的老人 他说这个东西类似于 软体珊瑚 但是这玩意不能吃啊 这玩意是不能吃的 你看 这前面 还有一个特别小的 真想忍不住去抠的 算了算了算了 像他这样长着吧 这前面还有更小的 这个石头有点大 我 我的天哪 好多货 哇 这个大这个大 这种礁石摊真的是没有让人失望 真的没想到 还有海参 这海参还挺肥的 应该是受到惊吓了 帮帮应 这这这这这这 海胆 这种海胆也特别好吃 这咋还有个小螺呢 这还有扇胃 这个扇胃可是最好看的 这个咱们可以收藏一下 就这一块石头 出了三种货 这边还有啊 一个两个 我感觉今天一定大分手 我发现现在扳石头就跟开盲盒一样 看看这个 嗯 那等会儿 演唱的 还可以 有一点 有一点 所以 就是 而且 这一片沙滩底下的植植生特别多 这就一下出来两个了 看这个洞口还是挺大的 给它撒上关节 虽然说大海也是很咸的 但是盐这个东西密度还是挺大的 直接给它hold出来了 像这片沙滩这种个头的 都是比较常见的 这体内水还蛮多的 好家伙 这应该是龙须菜吧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天哪 这应该是晒了三四个小时了 它这底下是完好无损的 这底下还能吃 好多 这些有光泽的全部都是能吃的 这个可以直接带走的呀 带走回去清理一下 我的妈 全拿走吧 这边有个扇壁壳 不知道背面好不好看 开盲盒 还行 还可以 这只也是可以带回家的 不过像这边沙滩 这种漂亮的贝壳 还是很常见的 可以多走走 多找找 说不定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呢 这啥呀这是 铁头蟹 这都戴绿帽子了吗 我的妈 还挺凶 他还会夹人 我还是第一次被这个东西给夹到 呦呦呦呦呦 这长得挺小的 脾气还挺大的 要握沙了 他心虚了 他害怕了 不过他握沙的样子真的好傻 抱着沙子 然后慢慢握下去 这咋还没动性呢 要不哥们帮你一把吧 好了 安静了 这个石头底下呢 看一下有没有东西 没有 小螃蟹 带到了 幸亏我戴着手套 像这种石头蟹 它越小夹得越凶 就可劲的夹你啊 就吃奶的力气都用到了 你看 看到没有 这姿势 挺别致啊 不是你撒手 你撒手行不行 你太小了 我不要你了 嘿 没完了是吧 怎么脸皮皮出镇还厚 我 我 等 这 螃蟹 我丢 我没打算要放它呀 竟然变好多小果冻啊 看到没有 Q弹Q弹的 其实这个是尼罗罗 它长得特别像水母 哇 直接给它拔出来了 你看它都已经是 沾满沙子了 还是这么透明 如果要是用海水洗一下的话 真的特别特别好看的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小洞口里边是有尼罗的 然后它会在这个洞口外面 排上卵 等到大海涨潮的时候 这些卵就会跟着海水 冲向大海 是不是特别神奇 随机挑一块石头 我天哪 这一加五六七八口 逮到个大的 这应该是个弓的 它跟蜘蛛一样 乱爬 那爪子也特别像 这种小螃蟹的名字特别多的 在我们那边是叫蜘蛛蟹 这个东西是可以生枪的 像这种成年的 就完全是可以吃的 看看这边 这又是七八口人了 哦不对 七八口蟹 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小布点 算了 还是不要打扰它们了 这个好大 这个 我天哪 这只皮蜘蛤也 它居然扎我 你压得 你居然扎我 这个有点生猛啊 这只皮蜘蛤 而且好像特别的肥啊 我的天 看到没有 这背部 黑色的一条杠 这就是它的杠 哇 这要拿 嘿嘿 那我没办法了吧 这个可以带走的 这里边有条大鱼哦 哇 哎 哎 哎 哇 是条年光 有点滑 这力气还挺大的 哇 放在这边 让它笨的 我主要还是派它咬我 我必须玩 咬过一口 老实了 哈哈 它这个头 跟沙望鱼 好像啊 哎 太黏了 全部都是年夜 我现在就带你回家 爆鱼头汤 天哪 这是什么 这 哎 有点软 这是软吗 有点像太碎 我先看看 我不太确定 软软的 Q弹Q弹 摸起来也不是 质感还行 哇 赶过海的和没赶过海的都沉默了 我真不知道去啥 回家我得好好研究一下 去查查 这夕阳好看不 嘿嘿 哎 这好像是有小鸟在飞 啊不 所以确切的说应该是海鸟 海鸟 你也会减低 海鸟 所有人都在飞 可以 没有